2021年,一个鱿鱼游戏风行全世界 这个游戏为我们展现到为了金钱或生存 人性可以几黑暗 不过香港人从来都是生存游戏的专家 我们在英国统治下生存 我们在中共统治下生存 我们经历过7387股灾 89民运 金融风暴 03沙士 金融海啸 一射遇散 都生存到 这次游戏又如何呢 GG Channel 一个全新综合的娱乐时事频道 为你们记录历史 见证时代变迁 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GG Channel 事播开始 HAPPY NEW YEAR 2023年1月1号 各位朋友 你们怎样过呢 怎样倒数呢 小弟 昨天倒数也挺开心的 和泰大有一个很充实的一个星期六 或者12月31号 我们早上就出了去 看泰大的补习 我约了一个 朋友 好好谈 谈谈谈谈 谈完之后 我们就再去 Starbuck 再做些事 不同的 OK 在外的这里 Starbuck 和香港的Starbuck 不同的 戴上头盔 然后就去看电影 看完电影之后 去了一个倒数的地方 然后又回家 今天就不做Live了 因为想休息 1月1号 可能 有一个 全日就不需要有这个 录音的压力 我什么时候录音呢 但都挺夸张的 我就是12月31号 或者这么说 昨天 今早凌晨4点 OK 我已经录音时间 凌晨4点 我打算录音 明天就 不用那么多顧慮 因为平时 要录一段影片的话 通常我就会 教駡钟早点起床 去看总课 我想今天 放松 但是当然 如果醒了 就做功课 好了不要说太多废话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就渡过了2023年 究竟 这个2023年是怎样 2024年又怎样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是 一步一脚印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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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呃 那种叫什么呢 就是每日 是不是叫砍石仔 总之就是每日努力 就滴水穿石 去继续我们的工作 这样 这个感谢大家的 无论PayMe Patreon 还有我看到 Superfans Supercheck 就是 看Live的时候 去打赏 Superfans 就是时候打赏 也是很感谢的 很帮 很帮到我们 因为 老实说 我们那个 我喜欢我们剪 我们现在就转了一个 就是 多了很多短片 但其实那个 view数也不是 多很多 这个当然是我的 吸引力 就是说话的 节目的 吸引力的问题 而Live的视频 比较多的view数 但是通常都是黄标的 所以我们那个 Youtube 广告费 都是一个 挺低的位 但是不要紧 我继续努力 今天讲些什么话题呢 1月1号 都没什么好东西 香港 昨天 就讲了 我昨天的话题 很应景的 包括 就是你的释法 14条 47条 都没什么所谓 总之就是 国安法 大L 不用说什么法治 总之你国安法就大了 大家也明白了 第二个新闻就是 秦刚 这个战狼秦刚 就由这个驻美大使 变成外交部长 肯定继续 继续 战狼法 今天讲些什么呢 首先 1月1号 还有一个礼拜 就是 开闸 究竟会怎么样呢 日本就之前说只限制于四个机场 放宽了少少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只要航班 放宽了几个机场 包括新鲜税 复光和喇叭 但是 不可以有七天里面去过中国的乘客 也 不会增加由香港去日本的航班 最好笑的是 就是运防局局长 你知道运防局局长是谁吗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林世雄 好笑 他说日方对香港航班 设限并不合理 会继续 向当局发表意见 第一件事 白痴你哪个 你凭什么 你跟日本去说 日本反映意见 第二件事 为什么不合理呢 我想知道 中国就爆异爆到价格 中国去香港就没有染鸡笼 疫情收紧香港是很合理的事 哪一份不合理呢 奇怪了 如果你觉得人家真的这么不合理 绝交 你就不要派人去 你就不要让人去日本 好笑 我看到 冯熙干 冯熙干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一篇这样的文 不好意思 读错名的 不好意思 我觉得挺有趣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一篇文的标题就是 香港政府想日本 怎样 你想他怎样 做什么才满意呢 内容就是这样 当日本宣布只有四个机场可以降落的时候 香港政府就吵了很厉害 现在就加多几个机场 不过 仍然有限制 刚才都说过 他就说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特区特区政府的什么说法呢 他就说 根据特区政府的了解 这个 日本的限制 安排 只是适用于香港澳门 他认为针对香港的航班 不合理 向日本要求取消 作者就说 为什么不合理呢 他也认为是 但是他认为的不合理 和政府认为的不合理 就有点不同 香港和澳门 来内地 就是由内地 是用回乡证 所以其实日本政府 是不会知道你的乘客 是不是去过大陆 所以如果这样放宽 其实 是防不了疫 但是 达到了一个很神奇的效果 为什么香港和中国 会不同呢 各位朋友 是不是很有趣 为什么香港 他现在放宽香港一点点 那又不叫他放宽中国呢 而最神奇的 香港疫情是严重的 很多 香港公布多少宗 香港现在公布两三万宗 大陆是说几千宗 为什么要放宽 中国继续收紧 为什么他可以放宽香港呢 这个就不合理了 是不是好不合理 好了 所以如果你在香港 你继续要求日本要放宽 第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放宽中国呢 你是不是赞成日本放宽香港 收紧中国呢 如果不是 你作为一个中国的原则 你是不是要跟中国那么紧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日本松 我不知大家听不明白 但我觉得这部分 是个人的 OK 没办法 现在香港就继续是畸形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大陆有出事的时候 你又不会跟他共同伴依 你又说香港是不同的 香港有独立的地位 但是 别人一说 香港的政策事件 就不是一个中国 是不是这样 香港 还能不能够保存着 这个 他这样的 舔着 两边舔的地位 即是 香港 他又是 一个中国 得利 他又声称自己 是不是中国 有独立的地位 当然人家要取消 独立关税区 你就吵了 这些独立关税区 这些 世贸代表有什么重要呢 就是 令到香港 为什么外贸 那么厉害 香港的出入口是很多的 数据都挺惊人的 为什么香港有什么可以出口呢 可能有些朋友 可能不知道 或是造厂 一定知道 但有些朋友未必知道 这些 出口的 只是一个月 是说 几百亿 香港出口 出口什么呢 电动器械 儀器用品 佔四成 影音设备 通讯影音设备 佔十几个percent 等等 你可能会问 香港怎么做的电动机械仪器 那么厉害 当然不是 那些传媒当然是中国做的 然后就经香港转口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香港就可以免税 香港就是一个独立关税的地位 所以 所以 转款 就说 这个不是美国人的 就可以便宜点税 香港 这个就是过水湿脚 做贸易港的地位 这个地位 随时什么都会改变呢 第一 人家根本就不和你买东西 我管理你什么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就是当这个世界 就觉得你和中国一样 为什么 我要给你一个额外的身份 那你呢 那一取消就玩够了 好了 上个月 香港出了出入口数字 这些大家正常都不理 香港炒股票也不是你香港经济的 有哪个人拿着香港的GDP 通胀 就去炒你的港股 你就死定了 但是 这个影响实体经济 香港的四大支柱 甚至是两成半 是说了贸易 11月的出口 不但连跌7个月 是70年以来最差 香港出口 按连跌24% 这件事很震撼 24% 贸易逆差也扩大了 不过这个就不是扩大了很多 政府发言人说 因为外围环境恶化 和跨境陆路运输 11月商品出口的货值 按年跌幅扩大 输往内地美国欧洲出口 全部都落得双位数的跌幅 OK 现在 香港的11月出口差 全年出口 跌7.7% 为什么香港出入口会跌那么多呢 分析完 主要说几件事 第一 中共封城 就吓了单走 封城 封到鬼哭神号 开不了工 你开放 又好像丧丝袍头 那别人就害怕你 这是第一件事 当然 苹果大幅度将货能不断搬 就是这样的例子 另外还有什么因素 为什么出口会那么疲弱呢 第一 联储局也继续加息 有成本 要营运成本越来越高 你不选 因为当你加息的话 因为通常做贸易 全部都是开LC 中央也会牵涉一些融资的情况 你当你的息口那么高 那加息 融资成本增加 这个令量第一个减少 第二 外需疲弱 这就是因为全世界开始 惊衰退 惊衰退 香港这个出口会跌多少呢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经济继续衰退的话 就算他不是跌 他只保持着这个位置 上不回1919年那时的高位 那你贸易都 螺旋式的下跌 首先说出口那么低 其中一个我们的揣测的原因 就是因为香港也越来越中国大陆化 对吧 那没意思解 跟你在香港买 为什么不直接跟着大陆买呢 昨天也说过 香港有这样的 地位 或者有这样的赚钱 靠cash flow cash flow为什么会经香港来呢 第一就是源自你 中国的仆街 唯有经香港 第二就是因为你有鬼佬 你有法治 就是这样 好了 说起这个法治 有这样的新闻 Roytus报道 就说香港的律师 鬼佬那些 就是这样走 有些话说 这篇报道就说 有超过50个 律师 是来说的 很多 是外国人 他说了另外两个 两个case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 就叫韦智达 这个就是帮王之锋 帮这个曾建超 帮朱凯迪 去打官司的一个英国律师 他在香港 执业了30年 4月 要走 发生什么事呢 他说 这下真是刺善 今年 2020年2月 他说有一个法官 有一个法官在针对4个示威者 反送中示威者 被控非法集会和持有武器的判词书里面 竟然陆到提及 阿韦智达的那间事务所 这个真是离谱 是没有理由这样开命 当然 我不知道他的判词 可能是很有用的证据 我不知道 我再说一次 这个法官在判词里面 多次提及 辩方律师的事务所 你有没有听过在法庭上 看电影也好 报道也好 有没有听过在法庭上 然后法官是会说辩方律师的事务所 他说这种说法就等于叫国安查他 加上亲中报纸 全部说他代表一个反中社 全体 那你就一世都不清 所以韦智达怎样玩法 他就把一个行李箱 放在朋友家 他免得这样 他都知道有人跟他 他就去机场 谁知道一去机场 他已经整群 亲中媒体 已经在了 他说好像整群电脑 报名封子的櫃台包围他 还拍他旅游证件 韦智达就说 我离境这件事 让我老婆知道 航空公司知道 入警署单位 等等 那为什么会允许出来 很明显 有官方 这些就是 恐吓 就是说 当这个律师 其实他 买机票里面 有多少 单位知道的 这些 就会放出来 受邀请 之前他修改了条例 就说什么私隱条例 不知道什么 赋予这个民航署 无上的权力 如果你知道 一载了某一些疑似人物 立即落参 立即停机 立即要调查 这么兇的 如果这个 韦智达 就这样 他就 想不到 临走的事 都被人违 幸好他走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Paul Harris 大家熟了很多 就是前大律师工会 夏博尔 他当然说的都挺激 也说过你中国的国安法有问题 那么 他就这样说 在这个国安法前 2020年的6月 他说 中共 打香港 这个政权 都知道自己 不具正当性 亦都不受人民外戴 对他的批评只会越来越增加 他做了大律师公会的主席之后 又评论过国安法 当然中共就不努力了 狂骂他 就说他缺份专业 傲慢无知 缺份专业 他缺份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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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是谁专业 你这些盲目 你这些不学无数的共产党员 他说国安法无可挑战 我想问 怎么会有一个法律是可以无所挑战的 其实没可能 没可能 他说 上年4月 就是说这个19 不是 2019 2021年 他说当时林郑 要挟要介入大律师公会主席的选举 人民日报还说这个大律师公会是过街老鼠 林郑威胁 如果有人投诉这个会 不符合香港的法律 就可能会照抓 人家大律师公会不是说不会犯错 但是你自己想想自己才知道 竟然 他说这个夏博尔真好笑 你哪个人 最后 他没有连任了 夏博尔 3月时被国安处警戒会面 要求交代涉嫌違反国安法 他就避免了 发觉这里也避免了 现在就这样 好了 还有一个例子 Rotus 这个 大家熟悉很多 郭荣亨 郭荣亨 当然是用了不同的方法 好像协助或者配合拉布 差不多 2020年的时候 你真的以为中共有事做不出 他一个星期里面有两次发现 车底装了GPS最众系统 里面还有SIM卡 就是这样的情况 人家就是中共港共做得出的就是在你的车 在这里监视你都还可以 好了 最后我想说一下 财经的 这两天就有只股票 哇 相当之 精彩震撼 Futu 各位网友 你看跌多少 跌三成的股票 一天跌三成的股票 你的股票多震撼 那么 好吧 那我没有估计 OK 富途 也不是今天才出现 今天才出事 他之前已经插过一锅了 他本来想10月30号入市 就是会上市 AH股去大湾区上市 谁知道昨天 10月30号 突然间停牌 突然间停牌 中证监表示 近年来 富途和老虎 未经批准向境内投资者 开展跨境证券业务 即是说 我是虎途 我是老虎 加上我是他的客人 那我就 我就 不断开投资者的户口 好了 那么 那么 为什么会拘捕他呢 他说 根据中国证券法 这个行为 构成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好 就是这样 令富途大跌 三成 原因 第一 你上不了市 一班钱会走 第二 当你以为 中国是否放宽科技股 就弄成这样的东西 有几个影响 不知道 但说回富途 为什么会跌到那么多呢 第一 你好像当初 给中国政策影响 富途 你本身想上市 又上不了 那你就和教了 OK 但他也穿得不差 不不不 sorry 就是他 喂 真的sorry 富途和老虎之前说过 他差点什么呢 看回中正监的 那个 声明 其实就是 不知道 说来听一下 听着 富途和老虎证券 近年未经当局批准 面向境内投资者 开展跨境证券业务 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 其行为构成 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你面向境内投资者 展开跨境证券业务 就是说 中国开户口的话 你就可以买到美股 买到港股 都不行 都不行 那你怎样搞证券行呢 只买A股 只买A股 另外就是说 取体增量非法业务活动 禁止招揽境内投资者 和发展境内新客户 等等 另外维护市场平稳 允许 全量境内投资者 继续通过 原境外机构开展交易 但就禁止 接受违反中国外汇管制规定的 增量资金 转进去这种投资者的账户 那 就是说 你个 入钱那里 譬如说我在海外 我要入钱到户口 不行 OK 有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你入钱都不是给你入钱 出钱就更加不用说 还有就是你不可以乱开一些业务 就是你国内投资者 可以投资其他海外的资争券 为什么不给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譬如他想买美股 他入了钱 他赚美金 买了美股 买了美股 假设他要沽 那他沽了什么呢 因为之前的富途和老虎 他就在世界各地都有业务 他是互联网捐商 所以他在世界各地 其实都会有当地的联系户口 譬如假设有个人 他在加拿大想开这个富途 你不让他开 没可能 他就是想做富途 就是想做到全世界 但当然他很可惜的是 现在中共不是想搞这些东西 他最怕最怕走钱 而你这两家东西 当然就是 当初就是 cater走钱 现在你不给走钱 那怎么办 你可能会没有了很多客户 那钱就走 要跌三成 就这样 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就是 这样的情况 好 现在就继续去 不给 不给钱走 当然 现在外资 在你的疫情再感爆发之下 我想就走得尽走 走得尽走 不给你富途上市 当然 因为怕你 如果真是富途 直接说到你糟糕 你纵容跨境走资 你还上市 又立即下回市 很噁心 那 走资有什么途径 最主要就是两种 不要计那些什么拍电影 什么拍卖 最比较制度化的 第一 就是靠 金融投资 像实际所说 我在中国 我付钱 我买了一只美股 我收回钱 麻烦你帮我 射到美国的户口 就是这样 除了靠这个正金融之外 最大的靠什么呢 就是靠赌钱 现在当中共是要炼爆这些 出钱的渠道的话 澳门赌场就很糟糕了 香港这些跨境券商就很糟糕了 那是否代表 对于中国来说 负责 洗钱的就是澳门 走钱 以及这些证券行 现在就打了 因为不让钱走 还有另一个缺乏 另一个口可以走到的 这个就出入同一个口 就是香港 如果看着这宗新闻 如果中国 始至要打击所有走钱活动的话 你迟早就搞了 你就迟早到香港也要捏住 就是说香港这种能够吸引资金的方法 都要捏住 会不会限钱呢 限你赚多少美金呢 那时候就震撼了 真真正正地第一次杀到大身 现在还在哄外资 未必有这么快 好了 大致上 今天就先说这么多东西 不好意思 今天可能水上有点飘忽 因为可能 到了4点多 人也有点 眼睡 今天就讲了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 日本 究竟 你想日本 是开放你 视你不同于中国 还是当你是一个中国 然后收回你 这是第一样东西 第二就是香港出口 大跌 大跌4分1 是70年的新高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 香港的贸易是什么东西 接着 之后 也没有了法治 有几十个 这些法官 包括有很多外国法官 港版法实施后 就走了 最后就讲讲 关于跨境证券业 户屠 和老虎基金等的新闻 今天差不多 感谢大家继续支持小弟 我们明天 星期一 1月2号 和Live 再和大家见面 再次感谢大家 支持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尊度 Thank you Bye-bye I didn't buy it I didn't buy it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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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国家 感谢当 感谢青海政府啊 为咱载购机的共认做圈 这是大树 咱们世界获川 还打到 五月十五或二十五元 加入我們成為GG會員 收看玻璃電視台 一起見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